没有悬念,中国与伊朗将会是亚运决赛之巅,周琪与哈达迪,新浪两代亚洲超级中锋,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? 究竟是周琪率领中国队,时隔八年之后重返亚运之巅,完成历史性的交接一刻,抑或是哈达迪宝刀未老,在亚洲赛场上再度给后辈们收客呢? 那么,现在的问题就来了,哈达迪和周琪,他们究竟谁更强呢? 关于哈达迪与周琪会是亚运之巅,他们究竟谁更强的话题? 著名篮球专家苏群,用了两个非常简单的字,环保,以此来形容这场新老大战,在苏老师看来,周琪与哈达迪之间的较量,其实双方胜负一分,老迈的哈达迪只剩下老油条的经验,在其他方面其实并不占据优势,甚至还处于劣势。 不过,常言道,假有一老如有一宝,受此的骆驼逼马大,现如今的哈达迪虽然连势已高,不过,还远没有到了跑不动的地步。 这点,从他进入到淘汰赛后的状态就可以看出,在面对日本队和韩国队时,亚洲第一中锋的存在感还是十足的。 在日本,二十二分十五板,淘汰韩国,二十三分几板八注四冒,将韩国的拉特利夫细耍于鼓掌之间。 三场比赛下来,哈达迪场均交出十九分十点六板,从数据上来看,达迪依旧还是那个不可一世的达迪,他的禁区的威慑力还是存在的。 而且,从过去几场球来看,哈达迪明显是憋了一股气,试图在决赛与中国队一较高低,随着赛成道,深入了他的状态,也进入到最高局。 加上多年的大赛经验,中国队还需警惕他的装死。 当然,在与大地交锋上,周琪从来就不拒。 早在2014年亚洲威克2015年亚锦赛上,周琪就曾两次击败过大地,而在2016年以后,周琪虽然没有再与哈达迪亨面。 不过,经过最近两个赛季的磨变,他的实力是有赠无减。 在没有阿联的情况下,周琪究竟能否渡康大地? 这确实值得一看,在过去四战中,周琪是中国队当之无愧的核心。 场均交出15.7分9.500,以及4点云冒进账。 这其中面对菲律宾和台北两场应战,他都看下20加10的完美数据,尽管在整体数据上不如哈达迪。 不过,从效率上来讲,周琪其实是更为高效的。 毕竟,在与伊尼和哈萨克斯坦两战,他的出场时间基本算15分钟左右,整体数据上自然吃亏。 在与伊尼和哈萨克斯坦两战,周琪,尽管在与伊尼和哈萨克斯坦两战,周琪,尽管在与伊尼和哈萨克斯坦两战,周琪。